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遲去南京旅行 又多個景點 被一眾喜歡中國古多元素的朋友 遊覽打卡 說的就是位於南京牛首山的 全新顧風主題園區 金陵小鎮 金陵小鎮 是一個集合觀光度假 和文化體驗與一體的新地標 走入金陵小鎮 小橋流水 桃林遍布 這裏的建築 全部都是按照六朝的建築風格建造 屋頂以藍色的琉璃瓦修飾 非常古色古香 真是會令人產生一種 穿越回去古代的錯覺 金陵小鎮 除了有優美的環境 還有很多特色活動 給遊客去體驗 好像又利用光影技術 再現六朝時期輝煌的動畫 亦都能夠欣賞 穿著古裝的表演者就樂起舞 又或者是體驗茶禮 香道 秀線等等的金陵傳統風雅技藝 給遊客來一場沉浸式的文化之旅 感受六朝日常生活的雅之趣味 中國古典建築 和現代藝術結合 金陵小鎮呈現出不一樣的風彩 重現浪漫六朝風雅各朝的風華妙境 MING PAO TORONTO FONSO